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买房置地壁置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历史印记 城中那些传奇老宅 二 空中泳池 屋顶畅游的豪华体验 三 地下室奥秘 家庭影院与私人酒窖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历史印记 城中那些传奇老宅 好的 让我们一起 穿越时空的长廊 探访那些镶嵌在城市 积累中的历史印记 传奇老宅 这些老宅不仅是建筑的艺术品 更是历史的佐证 他们见证了城市的变迁 承载了无数的故事与秘密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那些让人嘖嘖称奇的贵族府邸 想象一下那些华丽的大门 雕花的窗帘 以及那些能让任何现代室内 设计师汉颜的精致壁炉 这些老宅的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都仿佛在低语 讲述着曾经的辉煌 比如 英国的查茨沃斯府 Chatsworth House 不仅是电影傲慢与偏见的拍摄地 更是历代达西家族 哦 不 是德文俊公爵家族的豪华象征 再来看看那些文人莫克的雅居 这些老宅虽然没有贵族府邸 那样的金碧辉煌 但却有着别样的文化气息 墙上挂着的字画 书架上摆满了珍贵的手稿和书籍 每一件家具都有着故事 比如 中国的都府草堂 虽然只是个茅屋 但却承载了都府那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的悲壮情怀 不得不提的还有那些 带有神秘色彩的老宅 这些宅子里可能 曾经发生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或许是禁忌的爱情 或许是惊心动魄的阴谋 比如 美国的温彻斯特神秘屋 据说为了平息枪支制造商的亡魂 这座房子被设计得异常复杂 有着无数的房间和走廊 甚至有些门打开后是一堵墙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那些普通人家的老宅 他们可能没有名门望族的府邸 那样显赫 也没有文人雅士的居所那样风雅 但他们同样承载着城市的记忆 这些老宅 见证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欢笑与泪水 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也是未来的启示录 所以 下次当你漫步在城中 不妨放慢脚步 仔细观察那些传奇老宅 他们不仅是一堵笃静墨的墙 更是活生生的历史 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去感悟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你就能听到历史的低语 感受到那些老宅的灵魂 在轻轻地对你诉说往昔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空中泳池 屋顶畅游的豪华体验 各位亲爱的水中 熬游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让人既惊喜 又有点头晕的话题 空中泳池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不是科幻小说 也不是未来世界的遐想 而是当代建筑师和工程师们 大胆创新的结晶 想象一下 你穿着泳装 脚下是透明的玻璃 下面是数十甚至数百米的空中距离 四周是城市的天际线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飞天蹲地吗 空中泳池 这个豪华体验的代名词 已经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成为现实 首先 让我们来点技术层面的分析 空中泳池的建造可不是儿戏 它需要精密的结构计算 和创新的材料应用 这些泳池通常是由强化玻璃 或透明压克力制成 以承受水的重量和人的活动压力 而且 为了保证安全 这些材料必须经过严格的测试 以确保它们在承受强风 地震和其他自然力量时的稳定性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在空中泳池中游泳时 一不小心眼镜掉了下去 那可就真的是眼镜落入凡间 让路人一头污水 或者 当你在空中泳池中仰泳 看住飞机 从头顶掠过 那种我在水中 飞机在天上 我们只差一个泳子的错觉 可真是现代生活的一大奇观 当然 空中泳池也带来了一些 有趣的社会现象 比如 它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打卡点 年轻人们在这里拍照 就像是在说 看 我在空中游泳 你还在地面上走路呢 这种炫耀 无疑是对地心引力的一种时尚挑战 最后 空中泳池不仅仅是一种豪华体验 它也是人类对于空间利用 和建筑创新的一种探索 它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地面上 还是在空中 只要有创意和勇气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个空中泳池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一个泳池 这是人类智慧的 一个小小展示 也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 一种大胆预测 现在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 体验这种屋顶畅游的豪华 那么请记得 带上你的勇气和勇进 因为你即将开启一段真正的高空漫游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地下室奥秘 家庭影院与私人酒窖 当然 我很乐意 为您揭开地下室的神秘面纱 同时带您领略家庭影院 和私人酒窖的魅力 首先 让我们从地下室的历史开始 地下室 这个位于住宅深处的空间 曾经是储存食物 腌制蔬菜 甚至藏匿家族秘密的地方 但随着现代化的步伐 地下室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储藏室 变身为家庭娱乐的中心 甚至是个人品味的展示厅 现在 让我们走进家庭影院 想象一下 你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两侧挂满了经典电影海报 走廊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门 推开门 一股淡淡的爆米花香扑面而来 你踏入了一个迷你的好莱坞 家庭影院 这里有着笔尖电影院的剧目 环绕声音响系统让你仿佛置身于电影场景之中 沉浸在柔软的座椅中 你可以享受教父的复古魅力 或是在星球大战的宇宙战斗中激情澎湃 家庭影院不仅是电影爱好者的梦想 也是现代家庭享受私密娱乐的绝佳场所 而在地下室的另一角落 可能隐藏着一个葡萄酒爱好者的天堂 私人酒窖 在这里 温度和湿度被精心控制 以保证珍贵的葡萄酒在最佳的环境中 陈年 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酒架 上面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家酿 想象一下 在一个悠长的夜晚 你邀请几位好友 点燃一根蜡烛 打开一瓶 陈年的波尔多 品味着酒中的历史与文化 这不就是生活中的一段小缺幸吗 不过 让我们不要忘记 地下室也是家庭故事的发生地 它可能见证了孩子们的捉迷藏游戏 青少年时期的秘密派对 甚至是家族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地下室 这个家庭的秘密基地 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惊喜 所以 无论是沉浸在家庭影院的电影魔力中 还是在私人酒窖里 享受葡萄酒的芬芳 地下室都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 它既能满足我们对娱乐的追求 也能承载我们对生活品质的向往 而这些奥秘和故事 正是地下室成为现代家庭中 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原因 总之 历史印记 城中那些传奇老宅 带我们穿越时空 感受历史的魅力 贵族府邸的华丽 文人雅士的文化气息 神秘老宅的故事 普通人家的见证 它们都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空中泳池 让我们在高空中自由畅游 感受科技和创新的魅力 不仅是豪华体验 更是人类对空间利用和建筑创新的一种探索 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分析 还是幽默的场景想象 空中泳池都是现代生活的一大器官 地下室的奥秘 家庭影院和私人酒窖 让我们在家中享受娱乐和品味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和故事的发生地 地下室不仅是储藏室 更是家庭的秘密基地 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惊喜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历史印记 空中泳池和地下室的奥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有兴趣去探索 去体验呢 留言和我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